今天省政府发布消息说我省将会公开十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信息 其中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公开有了具体的时间表 本月底省级部门就将率先全面公开 来看新闻发布局 在政务公开中群众最想知道的是政府一年下来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 今年省级部门将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和预决算 到2015年公众最想知道的是政府一年下来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 公开范围将扩大到全省所有市县政府和部门 民生专项支出民生领域的价格和收费监管信息也要及时的公开 同时各民生领域的政策实施案件查处等信息也要让群众知晓 建立食品食品药品违法非规企业黑名单的公开制度 要围绕因诱而配方乳粉乳制品保健食品等公众关注的问题 公开重点质量整整的相关信息 今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及时发布PM2.5监测数据和空气质量指数 并定期公开集中式引用水水源地水质数据等环保信息 如果不公开这十大领域的信息将被追究责任 此外行政群力还要全部上网晒一晒 省政府将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整合网上行政事项 并全面覆盖电子监察 为方便群众办事 网络政务服务平台将在明年一季度上行运行 实体省级政务服务中心也正在规划设计中 地点位于汉中门大街 利用原省纪学院老体育馆改建 工程完工之后 涉及一千多项行政审批权限的五十多个部门将全部进驻 老百姓办事将能享受一条龙的服务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告